英国王室传出好消息 人在美国的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顺利生下第二胎 女儿上周五就在加州圣塔巴巴拉出生 哈利梅根这次拖了两天才宣布再度打破王室马上公开消息的传统 牺牲儿名为莉莉贝、戴安娜、蒙巴顿、温莎、全民洛洛等其实有玄机 哈利和女王关系好所以采用伊丽莎白儿时小名莉莉贝 至于戴安娜的纪念意义更不用多说 哈利曾经公开承认亲爱的妈妈去世时人生陷入低潮 哈利梅根这对夫妻今年三月受访大爆料和家人关系降到了冰点 大家都在关注王室成员对梅根生女儿的消息会有什么反应 哥哥威廉马上推文恭喜 白金汉宫也发出声名祝贺 现在哈利梅根要留在美国照顾新生儿 7月1号伦敦的戴安娜雕像揭幕仪式 哈利恐怕无法出席 到时候可能有凯特王妃不会参加 TBS新闻众的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BS News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 请不吝点赞 订阅按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